10万的预算想要找一台有颜值有配置还有操控和运动性能的家用轿车 我身后这两台你们会考虑吗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验车官X我是龙龙 2024年的汽车市场啊我相信有一个词汇大家都经常会听到就叫电比油低 因为电车产本不断的下探所以越来越多的用户都去拥抱新能源了 但是我知道还有一部分用户跟我一样我们依旧喜欢出闻汽油味 喜欢操控的感受喜欢哈这种悦耳的声浪表现 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带来这两款车型呢 恰好就是在目前消费者最容易去选择 也是大家最希望选择的10万元级别 那在这一个售价范围里面这两台恰好又是运动型的家用紧凑型轿车 他们的表现到底会怎么样呢 首先主角之一啊就是拥有东营宝马之称的次世代昂克赛拉 而我右手边的则是2024款新408达达款 看到这个名字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字真的有点拗口有点难读呢 说实话在看到这样三个龙组成的达字的时候 我自己也去搜了一下 那实际上这款车型和它整个工厂有着不小的关系 首先我们都知道标志和雪铁龙都是来自神龙公司 与此同时呢今年也是龙年 所以达达款这三个龙加在一起达达一共六个龙组合而成的全新408车型 也就是今年的年度款 那其实达达两个字还拥有六条龙组成 象征的意义也就是东风标志全新408 在六个维度方面有六条神龙的庇护 从而构成了一个六边形战士 那作为老牌的操控禁旅 王克赛拉他是否能够接受出东风标志新408达达款的挑战呢 那其实这六边形维度也就是六边形战士 我们指的也就是外观操控动力空间安全以及环保等部分的表现 那首先我们先从外观讲起来 其实买车颜值一定是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情 在整个外观造型上我相信大家对于标志家族的车型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为无论是它的湿魂前照灯组星空中网 獠牙式的日间行车灯还是湿爪尾灯 都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 而在外观上面全新的40代昂克赛拉造型同样是非常漂亮 它走的是一个精简的路线 不过外观部分见仁见智 到底怎么选你们自己去考虑就行了 至于我我一定会找辨识度更高的这款车型 那另外在车身的安全层面上 其实我们一直会去讲一个问题 好像日系车有点皮薄欺软 那更重要一点就是后面经过实验认证 其实日系车的皮薄欺软 更重要它是为了一个吸能的表现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无治可否 而在全新的408车型上 它其实用一个硬实力去表达了它的安全表现 也就是1600M它的高强度刚 与此同时在它的整个底盘部分 也进行了六横六纵的加强底盘 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车内的环保程度 因为在这辆全新的408达当款车型里面 它其实达到了一个欧盟的标准 也就是SAS的车内认证 它是达到了一个儿童优先绿色座舱的 这样一个认证 那之前还能取得这样认证的车型是谁呢 就是宝马家族的7000车款宝马7系 那足以见的就是在安全维度 包括环保维度上 这两款车型都做得非常不错 但是全新的408达当款 确实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受 至于空间部分的表现呢 我把这两台车的数据直接打在公屏上 小伙伴们可以参照整个参数 自己进行一个对比 当然如果你想要实际体验一下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到CSN分别去体验一下 这两款车的前后排座舱 那我体验完之后 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 关于昂克塞拉 我觉得它内饰主要还是走了一个 日系的精简风格 非常的简约简单 整体是舒适的 而全新的408达当款 它主打一个iCopy 唯我座舱 它更注重是内饰的精致表现 以及科技感受和你的架控表现 所以它的感受会带给更多年轻用户 这种非常具有时尚的活力 OK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四个维度 也就是外观空间 包括它的安全以及环保 接下来大家看到我们整个场地也就知道 今天其实重点就是在动力和操控上面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车 开始今天的挑战 那作为一个马自达米亚他的车主 我觉得还是先从马自达跟大家开始聊 它的整个动力的驾驶感受 那其实今天我们整个场地试驾 应该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 包括零百的加速制动 迷路测试 绕桩 绕八字 以及还有一个非常硬核的测试 叫做交叉轴 那先来说说整个动力总成 那其实自时代的昂克赛拉 共有两个动力总成 分别是1.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和2.0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那最大马力110多匹 那其实开起来的感受 我觉得还是日系车一贯以来 非常轻快的这种驾驶感受 但是它的缺点体现在 当你做了加速之后 它的速度上来之后 整个车的表现 好像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 它没有那么强劲的一个动态表现 这个我觉得是作为日系车 可能略微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尤其在做一些交叉绕桩的 这一些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明显感受到 它的整个底盘的表现 还是稍微偏软一点 有点抓地力不足 这个是让我觉得 有点小小失望的地方 熟悉标志的小伙伴都知道 其实在法系车的底盘调教上面 无论是标志还是雪铁龙 它们都是非常有一套的 因为CLDR大师级底盘 带出来整个底盘的动态效果 真的是没话说 刚才我们在做迷路测试的时候 这一台车在67公里的时候 依旧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实现一个迷路的变向测试 而且今天我们整个迷路的赛道 做的是非常窄的 并不是我们以前那种比较宽的 有非常多可以让你去犯错的 这样一个迷路设置 所以这个一个体现 是它这个底盘非常强劲的表现 那另外在动力总成上 也是全新408达达款车型 最大的一个变化所在 因为它是全新升级了1.5T的发动机 在动力上面可以达到173匹 零摆加速成绩大概是8.2秒 我知道这时候一定会有小伙伴说 8.2秒这个加速成绩真的不够快 我的特斯拉可能只有3.7秒 但是回归到一个传统的燃油车 尤其是动力在1.5T动力总成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面 其实8.2秒加速成绩 基本上就跟宝马3C 2.0T的加速表现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样来看 足以证明全新的408达达款车型 在它的整个动力层面上 确实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那除了加速以及迷路测试之外 我们还进行了绕桩 八字以及交叉轴 可能看到交叉轴这个项目 很多小伙伴都会提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一台家用车要去做交叉轴 好像这是以前SUV甚至越野车 才会去实践的一项功能 那其实同样也是得益于 整个大师级底盘的调教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在做交叉轴的时候 这一台车它的扭矩输出 是更加稳定的 与此同时在整个交叉轴变向的过程当中 它的底盘稳定性 以及车身的摆幅是最小的 那这带来的实际上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驾驶过程当中 一旦遇到不平稳的路面 或者说紧急变现的这种情况 车身能够及时摆震 不会过多的甩动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综合层面上来看 我觉得全新的408打打款 无疑是更加夯实了 发戏车底盘强大的这一个基础 同时也是把这一款车型 在动态方面的表现 以及更低的能耗 做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状态 OK那至此我们也差不多 要来做一个总结了 其实我认为 全新的昂克赛拉 就是次世代昂克赛拉 它的表现依旧是非常长进 但是全新的东风标志408打打款车型 它在综合维度上 也就是六边形上面 它做的要更全面 更丰富一些 而且最重要一点 就是回到消费者 比较关注的售价层面上 虽然昂克赛拉 它的起售价更低是8.99万 而408打打款的起售价 是达到了10.97万 但实际上在终端优惠之后 这两款车型的价格 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 全新的东风标志408在配置上面 有60多项配置 都是全系标配的 其中包括主驾电动座椅 以及透明底盘等功能 而入门版的昂克赛拉 它不仅动力更弱 同时也是一个手动挡车型 那如果你自己身处 魔兔这种比较拥堵的环境下面 抑或是你的手动挡操作 不是特别顺利的话 那我建议你还是去考虑一下408吧 毕竟这款车型在配置 安全 操控 动力 空间 以及整体的颜值 等各维度方面 都做得要更加优秀一些